缅甸警方讯息 蜡虚第16 反人口贩卖警队收到献报 一名与中国籍男子结婚的缅甸女子 17岁 与丈夫共同生活一个月后 由于中国籍丈夫提出回国的要求 女子不愿与丈夫前往中国 随后两人发生了口角 女子被中国籍男子血脉后 于4月8日早晨曦点半 陶至蜡虚县区凯队村 反人口贩卖警队前往该名女子的家乡 当仁镇区派滚村调查后得知 三个月前 同村的岸侃连 脑木村居民阿福44岁 及其妻子满阿湘 44岁 来到该名女子的家中 三人表示 前来为外籍人士寻找妻子 如若嫁给中国人 生活会过得非常富裕 不愁失穿 还能得到600万免币 折合人民币约3万的彩礼 据悉 女子及其母亲度爱骗同意后 女子与中国籍江苏省男子张华亮 33岁结为夫妻 结婚后 女子的母亲度哀骗 得到了606万免币的彩礼 女子称是因为受不了丈夫的辱难才逃跑的 女子逃跑后 中国籍男子张华亮 与生活在免北拉虚县区内姐姐张华清 33岁 及姐夫董小龙 32岁 外出寻找过该名女子 警方调查后发现 与被管女子同村的村民爱侃怜 并未从中获利 便将其释放 目前 充当说客的阿福夫妻 及张华亮 以及姐姐姐夫5人 以贝拉虚警局以BA20119分之107人口走私保护相关法律32分之24条例立案起诉